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勇博士日前被拘捕 山东律师刘卫国作为许志勇委托的代理律师 在7月18号前往看守所会见许志勇 然而刘卫国不但被警方阻挠 还被警察抓到派出所拘留了几个小时 19号的早上刘卫国再次到看守所要求会见许志勇 但他再次被警方拒绝了 刘卫国7月19号中午告诉新唐人 他一大早去北京第三看守所 再次要求会见许志勇 结果仍被拒绝 看守所第二次拒绝刘卫国的借口是 他不合适代理许志勇的案件 办案单位抓了许志勇 然后办案单位决定许志勇该用什么律师吗 这是天大的笑话 刘卫国表示警方没有权利评判 谁合适不合适担任许志勇的律师 许志勇信任他就有权利委托他 只要律师的手续符合法律规定 看守所就必须安排会见 刘卫国打算对看守所和派出所阻挠他 会见许志勇的违法行为提出一系列恐告 从昨天开始他们首先是一种非法的手段来刁难我 然后到下午又用警察抓捕我的方式来限制许志勇先生 委托律师 今天又说办案单位不让我见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限制许志勇先生见律师 这个对人权的极大侵害非常恶劣 刘卫国表示 不知道警方出于什么目的千方百计的阻挠他会见许志勇 他对许志勇现在的情况非常担忧 他现在会见律师的权利被剥夺 所以我们对许志勇先生的状况非常非常担心 担心这里面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丑恶的事情发生 尽管警方重重阻挠 但是刘卫国打算坚守许志勇对他的委托 并不打算更换其他律师 因为许志勇先生他信任的是我 如果说委托别的律师的话 那还是拨得是许志勇先生选择律师的权利 他既然选择了我 我就有义务也有权利出任他的律师 许志勇先生也有权利不更换律师 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许志勇先生去更换掉律师 用这种非法刁难的方式来迫使许志勇先生换律师 这就是违法的 半个月前 许志勇曾经被警方传唤过三次 他觉得人身安全恐怕得不到保障 因此提前征求刘卫国的意见 说如果有问题的话 请刘担任他的律师 刘卫国介绍 7月18号 他赴北京第三看守所 要求会见许志勇 遭到拒绝 并且在下午三点半 被警察抓到孙村派出所 刘卫国要求离开 警察声拉硬拽的强行 把他留在办公室里 然后警方给他做笔录 严重违背他的真实意愿 刘卫国拒绝签字 晚上九点多 警察将刘卫国送到宾馆 他才获得人身自由 7月18号当天 还有许多民众到北京第三看守所 声援许志勇 警方抓捕了十多人 许志勇从今年4月12号起被软禁 7月16号被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分局 正式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刑事拘留 有分析认为 许志勇这次被刑事拘留 跟他公开倡导推动官员公事财产有关 许志勇曾是北京油电大学讲师 是北京民间团体公民联盟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中国著名的青年法学家 宪政学者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 他倡导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 回顾自己的权益